路撒 我听主撒说你今年要回家 大姐跟你们说了 我都准备回家 等我儿子放假了 你适合回去了 是啊 我现在一半年回去也是 这人都说肉是饱了不回来了 我那时候真以为你待不久 没想到现在什么都会盖 还盖得那么好 吴建宇 你回来了 我说你怎么不在家里 我以为你上去一去了 你忙好了吗 忙着好了 奶奶我去走了 走了 没机会 去走了 走啊 现在这么早啊 早点回来了 现在夏天来了 那你发吃了没有 没有 那我来吧 等你给我做发吃 那你不打电话给我讲一下 我怕都没做 但是随便吃一点泡面都行 那不行 锅面又没营啊 又是不饱 你看刚好有新鲜的豆子 给你多个的湯 好啊我尝尝要豆子做的 试试看 那 我特地给你买了 你这么一小杯要十几二十块 干嘛要花钱买啊 你不会自己为了买奶 它随便放的都没吃的啊 你不是一直想喝这个新鲜味吗 这树都买了 嗯 好喝好喝 你喝喝看 我用我哥 你喝 我喝不来了 你哪放在这里啊 我连开店的时候再喝 我去吃做饭 好 那我来帮你 我给你烧骨啊 好的 把麻烧好了 放一碟的水 再放下来 然后加一点油 再把酸母爆炸 再把西红柿放下去 再把豆子也放下去 好 再加一条水 过来放盐 鸡精再放一点点酵油 水好了 现在把面鸡的放下去 好 再打一点细带液 再把新的撒上去 你再陪我吃一点 真的在跟你说是晚饭了 我吃了算是夜宵了 我把我人家放起来了 放着人家明天变吐一样 为什么要烫呢 你不知道吗 来 我要赶快吃吧 那我也吃吧 陪你一起吃吧 很好吃 太开胃了 下次要早一点跪了 你早一点给我讲 我把你的饭也烧进去 过来都没饭吃的 不是 阿拉刚吃的一样 他也吃一点吧 饭没了 但还有一点 嗯 这好像在浇 肯定我是算是夜宵了 他也会来 幸好呢 还是吃一点 流汗 要不要出口